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界的技术得以创新发展 并且在商业应用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系列 今集请来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港籍教授 兼理学部主任姚毅教授 姚教授和我们分析近年来 国内生物技术应用产业得以成功发展的因素 并且鼓励港人应该好好利用 香港基础科学教育的良好根基 大力加强在科技应用产业的投放 以发挥更大的效益 我得说清楚 我只代表我本人 不代表北京大学 更不代表中国大陆 我这个题目内涵两部分 一部分是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生物技术产业 目前正要起飞 第二部分是讲 香港有没有可能性 我是1985年 从正在建设的一条街道的深圳 通过罗湖桥进入香港 然后过了几天再去美国的 那么当时香港和中国内地 当然差别非常巨大 我当时看到香港这些街道 觉得天大的不得了 我现在看到香港这些街道 怎么还是一样的样子差不多 我到美国之后 我是在旧金山加州大 西州西山法兹斯科 那么1985年到美国 那么对于我学生物来说 是有极大的震撼 那么不仅我们做的 所有基础科学 有很大的差别 我当时在江西读书完了以后 在上海读了两年研究生 我们大部分老师 都不会分子生物学 也就是说 有少数老师会生子生物学 而我自己在大陆的时候 是我自己自学了分子生物学 但是我一到旧金山的时候 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学校 旧金山加州大学 生物化学系的教授 Herb Boyer 1973年 与Stanford大学 维生物系的教授 Stanley Cohen 共同在PNAS 发表一篇论文 标志着现代 重组DNA技术的诞生 也就是说基因工程技术诞生 Boyer在1976年 与一个年轻的 正在落魄的 被公司开除了的投资家 两个人烧场出来 建立Genentech Genentech 以一个皮包公司的形式 存在了几年 然后外包 做了一部分早期的研究 包括Sermata Steading的基因 包括Insulin的基因 它的投资人 是Completely naive 第一次实验结果 是negative的时候 它当场倒下去了 说我这个投资 下投资了吗 这个做实验 怎么一做出来 没有结果 但是这个公司 在1980年IPO 形成了Wall Street 有史以来 一天内股票 增加的世界纪录 而它当时 一分钱东西 还没卖出去过 继续负债运行 当然Genentech 后来是BioTech的 标志性公司 同时还有一些 不是教授 或者是教授创立的 在旧金山 在Boston 在San Diego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技术 全部是从大学出来的 旧金山加州大学 Berkeley加州大学 Stanford Harvard MIT U.C. San Diego 那么这些大学的技术 转移到应用 形成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起飞 也就是说 我自己在读研究生期间 就知道 美国不仅是科学发展得很快 我们这一批人 当时全部学基础科学 而且我们见证了 我们的老师那一批人 开创了美国生物技术的起飞 这个起飞 整个带动了 对于人类的健康的改善 同时 整个支撑了一个新的经济 我自己到Harvard 去做Postdocs后 我还是做基础科学 但是 我去的那个系 当时叫做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系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那个系的教授 有几个已经是开了公司 而且公司很成功的 我在那里期间 我最没想到的 是我自己的Postdoctoral advisor 开的那个小公司 居然也会成功 我的那个教授叫Duck Milton 他是Marshall Scholar 到英国建桥读的研究生 他一开始是读历史 后来再转成做生物 他的导师 是一个英国的典型的学究 他的名字叫John Gurdon Gurdon是2012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Gurdon的研究工作是1958年 那么那个英国导师 是只对研究感兴趣 对啥事情都不感兴趣 到今天到今年 中国我们在过年 我就问他实验室 他在干啥 他还在做实验 他已经是88岁89岁 我一下忘记了多大了 他是自己在做实验 我的Postdoctoral advisor Duck Milton 从他那里回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美国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教授 他是26岁做的assistant professor 那么他的科学做得非常好 他在30几岁就已经是郑教授 那么他有重要的发明和发现 都做得非常好 他其中是anti-sense RNA的 早期的pioneer之一 但是anti-sense RNA这个技术 在基础和应用上都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技术 但是当时在他们刚应用的时候 不清楚 等到我在他实验室做Postdoc 91年到94年 已经很清楚这个技术不太work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1987年 跟另外几个他的朋友四个人 三个科学家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是29岁 另外几个科学家比他年纪要大一点 他们开创了一个公司 放在旧金山 Bay Area 那么我们当时没有一个人记得他 这是一个什么鬼公司 心想一个哈佛教授 年纪轻轻的 不务正业在旧金山开个什么公司 没有人觉得这个公司会成功 我是2007年回国的 前几年我才知道 他这个公司 人家是不得了 这个公司叫Gilead Science Gilead Science 是以anti-sense RNA为基础 开始研究新型的药物 他们号称要治疗艾滋病 艾滋病治疗不了 要治疗其他病毒性疾病 然后开始的就是说 他们这几个人 用anti-sense RNA用得特别好 但是到1995年左右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 把这个技术给卖掉了 但是他们坚持 要自己把产业做下来 坚持的意思有两层 一层是他们坚持 主要还是做抗病毒的药物 抗病毒的药物特难做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不仅那个时候小 现在也小 另外一个是他们很坚强的意志 美国的绝大部分新的公司 特别是biotech方面的 它的目标就是被大公司看中了 给买掉 就是他的目标就是叫做卖身 但是Gillia Science坚决不会卖掉 碰到事情也不卖掉 他不仅不卖掉 有一点钱还去买别人 他本身是个小公司 他居然不以卖身求容 而以坚持自己 要自己壮大 然后他还真的壮大了 他在2011年的11月 他以110亿美金 购买了一个小公司 叫Farmacet Farmacet当时员工一共只有80多个人 每年负债运行 赤字9000万美元 他药价110亿美元 所以没有一个精神病 会去购买一个这样的公司 Gillia Science去购买这个公司的时候 竞争对手是一个大药厂 这个大药厂的offer是70亿美元 大家想想 你这样一个小负债公司 我给你70亿美元已经不用了 Gillia超出那个大药厂 以110亿美元收购 他收购这个公司之后 在12个月之内 从收购公司获得的产品 被美国的药监局FDA批准 24个月之内 收回全部成本 从这之后 全部是存盈利 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收购Farmacet 即使在他团队很小 即使在他是一个赤字的云行的公司 原因是因为Gillia的长期 关注是病毒治疗 所以他对这方面是有真正的insight 他不是通过金融投资去收购别人 他是通过他自己的insight 他自己想做做不到的事情 即使看到别人做成了 他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他要铺上去 所以他要超出大公司 40亿美元去购买那个公司 我的记忆力不好 这个数字特容易 即使因为它是2011月11亿 三个数字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做的BioTech 明显是一直有强烈的科学和技术的支撑 即使在收购别人的时候 也是有强烈的科学和技术的insight 才能做成这样 那么这个公司 Gillia Science 是全球在过去40年 唯一从无到有 变成世界十大药厂 世界其他的九个药厂 全部是在1970年代就已经存在 而且在1970年代以后 通过merge acquisition 而形成的大药厂 没有一个是自己真正 从无到有打出来的 所以我在看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很有趣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大陆 以前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我们大陆在科技方面的产业 以前是很差的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原创 200年前 我们几乎没有科学 我们的科学大部分 是从西方进口来的 1949年前后 著名的学者 都是主要是翻译书而著名的 真正能做原创科技的人 本来就少 那么到了中国的条件 也就更差 也很难做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少数科学家 做了很重要工作 那么在化工 在医药也是有的 那么作为工业发展来说 那么我们当然早期的 也是抄袭的 我们买不起专利 我们只能抄袭 抄了以后 我们才有现在的听众 都能坐在这里 要不然我们大部分人 爹妈 有一半以上都死掉了 因为没有抗生素的话 我们活不到这个时间 我们的健康的改善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带来的 整个卫生条件的改善 营养的改善 一方面是抗生素 第三个是疫苗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大部分人 活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的抗生素 和我们的疫苗 当然是抄袭的 而且抄得理智气壮 我们没钱 但是我们能学会这个东西 就该抄 当然我们有钱以后 就可以慢慢不抄了 所以这个抄 是大家是一样的 当年美国也是抄英国的 瑞士也是抄英国的 德国也抄过英国的 日本也是抄德国和英国的 所以我们抄没啥 他们也抄过我们的 只是时间比较久以前 那个他们不记得了 所以我们是从 引进来起步的 我们在引进的期间 我们早期有少数的科学家 例如在1940年代 在重庆 有一位药理学家 上海医学院的药理学家 在抗战时间在重庆 他从中药常山 分离成化到 长山检和长山兴检 长山检和长山兴检 可以治疗瘧疾 当时美国 英国都在试图 找新的抗虐药 原因是日本占领 印度尼西亚的爪嘎岛以后 金基纳数 被日本控制了 那么大部分人 盟军方面 就很难得到抗虐药 所以要找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是中国重庆 上海医学院张上少 找到了完全新的抗虐药 这个抗虐药 没有名气的原因 是因为它同时 有吹吐作用 因为抗虐药是 药物分子作用于 虐疾的病原体 叫虐原虫 可是它同时 可以作用于人 让人呕吐 所以最后这个药 推广不了 到今天为止 不能分开这个药 为什么可以对 虐原虫杀伤 同时又会导致人呕吐 这个机理到今天 是不清楚的 所以因为这两个作用 混合在一起 这个药没有被推广 以后曾经有很多人 希望改造分子的结构 那么以后 只影响虐原虫 不影响人 这个事情没做成 几十年也做不成 但是它这个做法 是以后 1950年代中国大陆毕业 1960年代到70年代 找抗疫药的过程中的 典型的做法 整个这一套 是张三少等一辈的人 从英国和其他国家 留学回国之后 他们自己努力了 他们教了他们的学生 那么在北京 大学的医学院 就有老师在药学系 就教了像图优优这样的学生 那么图优在60年代 70年代 从青浩里面找到青浩树 整个过程 原用的 全部是张上少 和他一辈的科学家 当年 做的路径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 人才引进 我们最后做出了 原创型的药物 在40年代 和1970年代初 找到长山 和找到青浩树 都是极端奇葩的事情 因为这两次 都是有国际的竞赛和竞争 竞赛是说 英国 美国 中国都在找抗疫药 结果英国 美国没找到 1940年代 中国居然能找到 这是奇葩 那么1960年代 到70年代 是中国和美国 在竞争 找抗疫药 因为中国和美国 全部卷入了 直接卷入了越战 中国现在已经公开数字 中国派了38万人 到越南去 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援朝 支持中国的军队 一般是高炮部队 和后勤部队 不到前沿去 跟美国人打 被抓住了以后 就发现中国军队去了 实际上美国军队 一定知道 中国军队进入了越南 只是也不愿意说 说了就变成两国交战 还不如大家都不说 就这样打 所以越南需要抗疫药 中国也需要抗疫药 因为 不管是美国军队 还是中越两国的军队 在越南战斗力损伤的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瘧气 不是用枪打死了对方 所以两国是在竞争 结果居然是中国找到了新的抗疫药 美国没找到 美国也在找 所以这两次事件是奇葩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竞争不过它 我们在各方面的情况 少部分情况 我们可以出现奇葩的事情 那么这里面有其历史原因 但是我们就在这之后 我们做原创新的东西还是少 那么我们最近 中国大陆的生物技术 开始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也就是说 在过去三到五年 中国大陆生物技术 突然开始起飞了 开始起飞有几成原因 一个是我们这么多年 培训了生物学 化学的学生 大批留学 大批回国 回国以后又可以叫更多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 生物技术产业需要用的 理论和实践技术方面 我们有了足够的学生 和工作力量的储备 那除了有技术力量储备 我们自己的科学 也逐渐再上去 至少我们的科学方面 不是抄袭别人的 而是自己开始原创的研究 这个研究有一般的 有热门的 也有很好的 而且这些事情 不是依赖于老年的科学家 而是一批新的科学家 新的科学家的意识 就现在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而且在政策上 我们北京大学1977级的经济系的学生 毕景全 在他担任中国药卷局短短三年期间 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让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界 强调创新 强调要做真事 把一些其他原来不好的东西 给踢掉了 提倡了好的东西 所以国家在政策上 有很大的调整 这个调整 说起来是国家 很重要的是其中一些人 是一些非常负责任的人 把事情做好 而我们毕景全 就是帮助药卷局的改革 整个推动了 中国生物药业的发展 在这个期间 还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变化 就是以前中国的投资 全部是投了资以后 在两到三年 需要被投资的企业 要卖出东西去 卖钱 那么在过去十几年 这样的趋势逐渐改变 而且改变得比较大的 是对生物医药的投资 那么它形成的 是一个投资链 也就是说 终于像美国八十年代一样 中国对生物医药的投资 有人投 天使轮 有人投 PRE-A 有人投A 有人投B 形成了这个产业链 投资链之后 那么 投资就进来了 不需要一步 去卖出去 事实上 我们有几个 最近几年 非常 在 产业发展上 很成功的 生物医药的企业 在美国和在香港 上市 都是 没有卖出一分钱的药 但是 大家认为 它的创新足够强 它的趋势足够好 所以投资上去了 去年 香港的 证件交易所 管投资那个部门 上市的 它宣布 生物医药 不要卖钱 不要卖产品 可以上市 所以香港是提前一步走 那么今年 上海的 这个 stock market 也允许 生物医药 不要 sales 可以做 所以所有这些因素 全部到位了 中国内地的 生物技术产业 是 一定会起飞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原因 而且会从 目前的情况 走到 更好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 很可惜的是 香港目前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原因 我觉得也很有趣 我在想 我从 深圳到香港 再到美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香港 那当然跟 内地 跟深圳差别很大 但是我不想 做这个比喻 我觉得做这个比喻的人 已经很多了 我现在想换一个比喻 我的比喻是 香港 我其实觉得 应该学习瑞士 香港的人口 七百多万 目前 瑞士人口 目前八百多万 两地 的 GDP 是非常接近的 两地的人均GDP 还更接近 两地的大小 当然不一样 但是两地 在 旅游 和金融 这两个方面 又是接近的 瑞士到今天 是一个八百万 人口的国家 可它的 发展非常好 它的起源 与香港 是一样的 是一群 没有家庭背景 靠自己努力 打拼下来的国家 瑞士可没有 国王 可没有 王公贵族 瑞士是一群 小手工业者 他怎么能在 不到两百年的历史 将自己立于 世界不败之地 而香港 还有可能有问题呢 瑞士人民 是一群 辛辛苦苦 努力工作的人民 瑞士的 自然资源 贫乏 瑞士的旅游 是一个假的事情 因为瑞士的 北边是法国 南边是意大利 不管从 自然风景 还是人文风情 那都是瑞士的 一百倍以上 更有趣 瑞士居然把自己 也变成了 可以旅游的国家 这是 它的有效的宣传 它实际上旅游 只有一点是特点 就是它的滑雪 但是滑雪在两百年前 可不是一个工业 没有人 有钱 爬到瑞士 那么高的山上去滑雪 去滑了雪 占不到多少钱 所以瑞士的 几个滑雪景点 你看它的历史 都是很破的房子 但它现在滑雪 带动它的旅游 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 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旅游业 瑞士的山和湖 都不如法国 不如意大利 所以瑞士的旅游业 是它的成功的宣传的结果 因为香港的旅游 我觉得长期会存在 因为香港是自然的 真实的旅游和购物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需要做宣传 大家也会来 所以这比瑞士是要好的 香港没有的 是瑞士一百多年就布局了的 是瑞士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 香港完全扶持了这条路 瑞士人可不是什么家庭有背景 也没有什么天才 他跟我们香港人是一样的 是一群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但是他在一百多年前 就要做高等教育 就要做科学和技术 瑞士人以前的禁地 比香港三十年代的禁地还要差 瑞士人当时是穷的 难得出去帮人打仗 雇佣军 在其他国家打仗 军队有时候两边都是瑞士人 所以瑞士决定永不参战 是有一次法国打仗 两边都是瑞士人 打死的全是瑞士人 瑞士人后来下定决心 不再把男孩子送出去当兵 养着家里的老婆孩子了 干脆不出去了 决定永不参战 他这个和平 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和平 然后回来干啥 一群当兵的能干啥 而人家除了做手工艺之外 做一点贸易之外 人家决定高等教育 和科学技术都要上去 这不是个笑话吗 香港发展到这个时候 香港政府主要的政策 认为高等教育和技术 科学技术 对香港是不重要的 香港曾经有多个环节 可以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 香港全部放掉 瑞士没有放掉 瑞士在一百多年前 发展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 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 瑞士一个八百万人口的 今天的国家 一共获得过二十多次诺贝奖金 二十多次诺贝奖金 全部是自然科学 数学物理化学 他可没有和平 也没有文学 人家瑞士人不管这些事情 只管好好做事 他的大学 也是非常成功 瑞士联邦工学院 苏利市校区ETH 1896年 爱因斯坦读大学的地方 苏利市大学 是爱因斯坦 1900年 入学读研究生的地方 这两个大学 都是很强的 在物理 在生物 巴塞尔大学 在生物和化学 是非常强的 巴塞尔大学 曾经有几位著名科学家 有一位 叫Frederick Mitchell Mitchell的爹 是巴塞尔大学 生理系的系主任 他的舅舅 是那里的解剖系系主任 他爹退休以后 他从德国留学回来 他就变成了 生理系系主任 那他接这个位置 是因为他比他爹还厉害 他在1869年 做研究 发现了DNA 1871年 发表了 这篇论文 他们的生物 一直很好 他们的化学 也很好 因为瑞士的物理很好 所以他的整个 机密生产 钟表这一块 都跟他的物理的墙 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有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天天在想时间 是因为他天天在看 这个瑞士的钟 越做越好 瑞士的钟表哪来的 瑞士的钟表 是偷的英国人的 英国人发明和品牌 然后叫瑞士来做工匠做 做做做 他做得更好了 就把英国人给赶了 就变成自己的品牌了 然后他不仅是做得好 在努力在抄袭 他同时培养了一代物理学家 他的物理学家就想 时间到底是什么事情 才有爱因斯坦 他的化学和生物做得很好 所以瑞士除了有 机密制造工业以外 还有化工和药物工业 他这两个工业 也是非常强 在巴塞尔大学所在地 17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他有两个世界前十大药厂 Rosch和Norvatis 总部都在他那里 一个17万人口的城市 怎么能支撑 世界一流大学 支撑世界一流的工业 那是人家 一百多年的努力工作 那是人家 一个税收很低的国家 政府并不是负得流油的政府 长期支持高等教育 和科学技术的结果 什么是世界十大药厂 世界十大药厂 今天五大药厂在美国 英国有两个 瑞士有两个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加起来 还不如人家瑞士 那遑论我们中国 所以瑞士 作为一个跟香港人口 和人均GDP相近的国家 人口本身的数值 也很相近的国家 它是除了 一般人知道的旅游 金融之外 因为它对科学技术 和高等教育的 长期的支持和投入 它不仅产生了 二十多个 数学物理化学诺别奖 它同时支撑了 它的精密制造工业 它的化工工业 和它的药物工业 所以我觉得瑞士 是我们香港 应该受到刺激和激励的 一个国家 它在各方面 都没有比我们 得天独厚的地方 它的旅游也并不比香港 更大 虽然它国家要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香港 也能在高等教育 长期投入 在科学技术 加大投入 那么 有一天 说不定也能追上 瑞士 香港的大学 以前大家知道情况 比我更知道 我是这二十多年知道 因为我在1998年 在美国的时候 我跟美国的 Gordon Conference联系 这是一个小型的 科学会议组织 让它在中国办 那么这个会议 在科学上 是非常好的会议 在科学各个领域都有 那么典型的是 二到三十个人 Speaker 那么一百多个人 是来听的 那么讲的是 最前院的科学 98年的时候 我把它安排在北京做 北京那个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办了一次以后 我们觉得不太好 所以就放到香港来做 在香港科技大学 所以从200年开始 Gordon Conference 长期是有一个会议 在我专业的 叫分子和细胞 神经生物学会议 在这里开 以后Gordon Conference 在香港扩大了 现在有多个会议 在香港科技大学开 在这个过程中 我每两年 会来一次香港 在00年到05年左右 我还在港科大 教过一点书 春天的时候 美国放春假的时候 我大概开了两到三年 然后我是把美国 我开的课 带到港科大开 开了以后 我开不下去了 因为我没有Motivation 因为那个学生 都不愿意学科学 然后终于看到 有一个学生 很想学科学 他学了就去美国去了 所以我想在香港 进行自然科学的教育 对我来说 是时间上得不上师 然后再过了几年 我还不如去中国大陆 去北大教课 我还可以更觉得 有成就感 我觉得我花的时间和精力 我觉得我对学生 是有培养的 我的教学工作 跟大部分人的教学 今天的教学 是很不一样的 我是自己写教材 我自己写教材 也是很简单 我一定要比 什么Harvard Stanford 人家写得好才行 我的教材 是我自己读 1866年Mandel 1910年Morgan 1944年Avery McCarty 把生物学的经典文献 英文版 我读好 我把它 所有这些经典性的研究 是怎么样来的 我全部理清楚 那我要写下来 我再来跟学生讲 重要的科学是怎么做的 这个工作 很多老师都号称做 但是他们号称的时候 是因为没看见我 看见我就知道 做一趟这个课 花的时间是很长 我现在 我计划写12章 我现在只写了8章左右 我写一章 我自己要花很长的时间 很累 把这些东西全查遍 搞清楚以后 那么我觉得我们香港也有一批老师 很愿意教学生 但是有多少学生 愿意学自然科学 另外一个问题 是香港的大学 对于老师的支持有问题 在1999年开始 我还在美国期间 帮助中国科学院 建立第一个 这个招聘的 这是蒲铭做所长的神经科学研究所 我们另外还有四个人 协助他工作 那么其中协助的工作 我最近就查了一下我的计算机 全中国第一份在Science上 发招聘广告的英文 是我自己写的 是帮中国科学院 曾经科学研究所发的招聘 因为以前中国大陆是不招聘的 也不知道怎么写 连广告都不会写 写了也觉得没有人应聘 所以99年 00年那个广告 是我自己写的 那个时候 当然在中国大陆 在个人待遇上 是要比香港要差 而且差很多 在研究经费上 也不高 也是在慢慢上去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是在科学院改革的 第一批研究所 当时给他的一个实验室 一年的研究经费 我的印象好像是30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30万人民币 和今天30万人民币 在购买科学试剂上 购买率是差不多的 也就相当于几万美元 一年run一个实验室 生物学的 是有相当的困难的 但是那还是中国当时 研究经费最多的研究所 当然今天 经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 各种投入以后 中国今天有些单位的研究经费 是相当多 但是那个时候 中国的工资还是很低 1999年 2000年 中国 得到李嘉诚 的这个 长江 讲座 长江学者 选拔一批人 包括现在做副委员长 做什么 部长的人 当时还是教授 给他们年薪 十万人民币 他们有一部分人敢拿 有一部分人说 我不拿 给了我以后 我都交给学校 怕别人说 他这个工资太高 因为其他可能是 老教授 包括参加过 两担一新的老教授 可能当时年薪 只有两万左右 那么突然一批年轻小伙子 突然变成十万 他们 吓得要死 港科大那个时候 工资都比他们高一大截 都是跟美国一样 甚至比美国工资要高 香港的工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九十年代末 零零年代初 香港还可以和中国大陆 竞争一部分教授的招聘 大约到02年 03年左右 香港和北京上海竞争 就变成非常困难 因为那边虽然工资没上上来 但是明显研究经费上去 明显对研究支持加大 所以同样是华人 他回到大陆 他觉得他的科学 还是有相当大的希望的 他觉得到香港来 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香港不是没有人努力过 包括香港各个大学 也曾经跟香港政府说 要增加科技支持 高等教育支持 但是香港政府长期 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支持 是非常有限 他没有瑞士人的格局 他没有想到 长期对一个没有 自然资源的地方 什么重要 瑞士认为自己是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他才要做科学技术 香港居然不这么觉得 所以港科大成立是在90年左右 我在十几年前我会看 香港是怎么招人 招了什么人 我看香港的研究经费是怎么给 我最近没看了 以前我看过的时候 香港的研究经费 第一 经费量很低 第二 研究经费是给三年 给三年我就在看 他规定你不能报告三年之前 你做了啥研究 然后他等于就是 只能报告前一年的研究 然后再要三年的经费 到做了两年之后 又要报告又要拿下一个三年之后 这怎么做研究 这明显是一个 害年轻的科学家的方法 所以在这样的体制 这样的文化下 相忍科技就走得很慢 你现在是要做科研 要给他创造条件 让他把研究做好 所以这是我自己 当时的切身体会 因为我当时又有时候来港科大 又在中国帮他们 我当时在美国 帮中国recruitment 就很快几年真的就发现 我帮中国 不仅教学有意义 而且帮中国做recruitment 也有意义 那这当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过程 那么我最后在07年决定去北大 也是觉得当时虽然还有县 但是后面有发展 那我们去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recruitment条件放好 把这个recruitment方法做对 真正去选好的年轻人 而不是用其他的很多不正 不是很好的指标去选拔年轻人 那同时要他们去了以后 给了支持以后 他们就要认真做好科学 所以在中国 在北大我们做这些改革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实际上 在北大 清华和科学院 等少部分地方 在一段时期之内 学校的领导 也非常支持我们做改革 所以是我们自己 和学校多个层面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所以我们目前 我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方面 发展得很快 我们招聘的人的素质提高很多 我们的研究成果出了很多 我们学生的教学水平也高了很多 那么这是我们生物技术会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其中一个参数除了我们教授 有人技术成果转化之外 我们北京大学清华台科学院 还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都有技术转化 我们现在有一批学生 不要出国了 他要在中国大陆创业 他创业有各种方面的 生活技术创业 所以他们现在愿意 做科学的有做科学的 做技术的有做技术的 到企业区 到小新企业区 现在北大清华一批学生 都很愿意 因为他知道 他们是比2000年左右 去中国创业IT的人 更有前途的一批人 因为创业IT的那批人 大部分是从国外回去的 大部分是啥也没有 是以忽悠的模式 进入中国大陆的 各个人说自己带来技术 怎么可能 那些人都不是带来技术 都是最多模仿一个技术 然后拿一点美元 就到中国就开大部分都垮了 但是中国在发展 中国需要IT 所以他们里面 一些人不是因为技术 而是因为有带团队的能力 这个团队能高效率地 模仿 引进 和抄袭外国技术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 有一批成功了 那么今天 生物技术在中国的成功 既是有抄袭模仿 但是越来越多的是有真的原创技术 除了团队以外 还正有原创的研究成果可以转化 所以这一批 在中国进行生物技术产业的 老师和学生和企业 我相信起飞之后的结果 会比IT在中国的进步 最后会有更好的结果 我也非常希望 有人去刺激香港政府 对香港的高等教育 香港的科技 投资增加它100到200倍 这样以后 香港也会和中国内地 北京上海一样 发展真正的高技术产业 说不定还会跟瑞士一样 变成一个高技术 长期很强的地区 香港本土也能变成一个 心心向荣的 有一批人的工作的地方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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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